中国的最大难题是煤炭 我们是80%的能源消耗产生的 80%的炭 而80%的能源消耗是煤炭 两个80%的电源 如果现在还在建电厂 煤电厂的话 那么我们的炭就排得更多 我们去年为了疫情恢复生产 我们就批了一批电弹 原来在去年之前 1999年我们就批的很少了 去年就批了一批 而煤电厂呢 现在的控制率是多少呢 平均利用率只有56% 西部地区只有35% 就是你现在停止建煤电 把这些闲置的能力用起来 同时发展新能源 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 这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当用之急 可能就是你无数转称电厂的话 可能就是我吗 那么可以满足我方的那个 那样就没有任何大事 我们社会满足我方的能力用 但是从来所保持人的能力中 你一个人做个办法